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带您深入剖析 打开视野 香港离大清理战场 暴力之气开始退散了吗 还是准备酝酿下一次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谋面法违法 但北京高层打枪 说只有全国人大常委说了才算 那这样一来的话 一国两制还有人相信吗 以及解放军的航母行进台湾海峡 蔡英文说 这是对岸介入台湾的选战 但是美国日本的军舰跟着来 也算是介入台湾的选战吗 日韩贸易翻脸 川普喊着要涨军费 所以东北亚铁三角的军事关系 还能够撑多久 兰文介绍尖销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国际情势专家 赖岳谦教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国安产产产特情专家李天夺 大家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礼拜三 录影下午有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美国的参议院 火速地通过了香港法 参议院通过之后 跟之前的重院的版本 文字上有些出入 所以会合并协调之后 送一个正式的版本 给川普总统做签订 川普签 总统签的话呢 就是一个表态 不签的话 10天之后 这香港法也会正式的生效 这个法案是要保护香港的民主自由 要去制裁侵权的 不管是港府或者是北京的官员 但是实质上 对于香港有没有伤害呢 因为他对于香港的 金融优惠的待遇 以后每一年 要审核一次 也就是说 这一年香港的民主的表现 如果不合格的话 明年就取消 香港的金融优惠待遇 对于非常敏感性 非常高的 这国际的资金来讲 确实是会有影响到的 所以香港的金融地位 也因此会出现个大问号 所以有人就在说 现在的香港 这样的暴力的举动 是为了争取香港的明天 但整个过程 可能会让香港 失去明天了吗 我们就来好好的讨论 法案的影响层次 等一下再来谈 不过我们先来看这个画面 这个场景是已经 激战了三天三夜之后的 香港礼大 你看满地的砖块 催泪弹跟汽油弹 我想先请到三位来宾 因为到我们录影的 星期三的下午 所有的讯息显示出来 礼大里面还有人 但剩下的数字 大概只剩双位数了 那在此之前 一共有上千人 离开了礼大 当中有被拘捕的 有被登记的 人数非常多 但也有说法就是 当中真正礼大的学生的比例 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先请到三位来宾 你认为 激战三天三夜之后 在香港的大规模的 用暴力的方式 这样的抗议的举动 已经是过了高峰期吗 耶索弄 有没有过了高峰期 都认为是过了高峰期 那我们就给大家看 这三天当中 发生哪一些事情 稍微做一个整理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表 导播给我们看一下 在17 18号这两天 激战最激烈的时候 经过了统计 香港的警方 一共用了催泪弹 1458发 橡胶子弹 1391发 不过相对的 在中文大学里面 后来警方也捡到了 3900枚的汽油弹 这数字很惊人 3900枚 有人去算了一下 如果你10秒钟 丢一颗汽油弹 要连续丢 11个小时 才能够全部丢得完 而且3900枚是在 中文大学 在理大 应该会有更多的数量 还没有被清点出来 我先提到一下天罗哥 3900枚的汽油弹 还有砖块 还有弓箭 化学原料 这些到底是哪边来的 从你做维安的一个 专业人士来看 这个幕后 单纯吗 就是学生抗争吗 当然不单纯 第一个有3900枚 这个催泪弹不是到处可以找到的 催泪弹是香港警方的 对 汽油弹是 汽油弹是学生的 那汽油弹怎么做 一定有人交 嗯 那个汽油弹 你不要看汽油弹 汽油弹一做不好 你先炸自己 嗯 他那个怎么投职 在哪里去布置好 第一个 他一定要有一个地方 他们一起来做 谁教怎么做 像冰工厂一样 像冰工厂一样 当然 你说他理工大学的学生 他有这方面的基本知识 嗯 基本知识是一回事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他拿出去投啊 嗯 那这些人 是学生吗 单纯的学生吗 嗯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里面 这里面 不仅仅是牵涉到这个 而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 这些人基本上 我的了解这两天 我香港有几个导演朋友 他们来 都说受不了了 一般老百姓受不了 他连TVB都去威胁 你只要敢播 我明天到你那边去 颇纵火 他TVB怎么受 我比较好奇的是 其实今天请到铁罗哥非常难得 我要知道 香港是世界三大情报中心 对 香港的情治人员 跟情报人员是非常多的 这段时间 就你了解 香港的情报人员 都在怎么样一些运作事情 第一个 拿美国跟日本 日本来讲 还有一个英国 最主要的是这三个 三个国家 那日本的话 应该是隐藏 拿我们自己来讲好了 嗯 我们在那边的人 绝对在这段时间低头隐藏 只是负责观察收情 嗯 那没有负责行动 那 这三大 这全世界三大 当然 香港第一个 进出自由 海路好运 然后人好走 这是他成为情报中心的原因 钱也好走 钱也好走 主要的是钱 嗯 那所以我都不知道 就是说这一段时间 在香港来讲 他自己本身的警力 有没有去做到这些方面 香港没有情报单位 你刚刚也同意说 应该幕后是不单纯 可能有藏进人 对 会是谁 当然 当然是 当然 如果直接在节目上面讲的话 可能就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了 对对对 对对 我觉得 我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好了 中国大陆2010年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 本来负责香港的是广东厅 结果2018年开始的时候 国安部四局介入 他们发觉糟糕 整个控不住那个情报的来源 这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没有情思 你怎么去预防 怎么去研判 怎么去给特首也好 警方也好 提供你要需要的行动 我觉得在这里面 我们讲幕后其实大家很清楚 除了这个以外 最重要的是香港 在当年越南沦陷的时候 30万的越南人移到那边 这批人到了那边以后 第一个 你叫他认同中国吗 不可能 你叫他认同香港吗 结果他们的生活 甚至于在香港第二代 生出来的生活的地位 比印度人还低 所以这一次在整个行动里面 冲得最猛的 越南裔 越南裔 好 我最近不请教一下赖老师 因为抗议民众跟暴徒 是两个层次 抗议民众基本上不会对说 你意见不同就泼你油漆去烧 那我们就基本上看到后来 确实是有很多暴力的行为出现 你觉得这些如果是用暴徒来撑的这批人 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国际有些评论说他们最终目的就是要逼北京出手 只要北京一出手操作的空间就非常大了 你怎么看这事 对 我个人也是认为说 他的目的是要逼北京出手 他们逼了北京出手以后 就把这个舆论的焦点就不再是港府了 而是北京了 这个情况是完全就逆转了 完全的方向也是转变了 那这个道理很简单 也就是说当逼北京出手的时候 北京出手当然不会说用劝的 因为你这本来就是港府你就应该要做的工作 但是如果是中央政府出手 那一定是军队一定要进来了 军队一旦进来的话 他们就复制了一次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这个邓小平 在整个中国大陆来讲 他的威望跟历史地位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六四的天安门事件 发生的非常奇怪的六四的天安门事件 对于邓小平确实有伤 也就是邓小平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他断然处置 因为六四天安门也搞了一个多月 而且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 这些所谓的民运分子 不可能从这么广大的中国大陆 安全的整个撤出去 而且不要忘了 有一部分人撤到美国 有一部分人撤到欧洲 那你这个撤这个路线 是谁提供的 是谁提供的 这么长的运输 而且这些人 有人流进欧洲大陆里面 绝大部分在法国生活 有一部分里面到美国 在美国生活 这是什么样的道理 我在巴黎的时候接触了 很多这些在 流亡在巴黎的民运分子 我就跟他们问他们说 谁帮助你们过来的 我说你们怎么出来的 他说夹到有民众暗中 来掩护他们 我说喔 那夹到有民众暗中掩护 我说我怎么会看不见 而且我问了很多其他的 大陆的朋友没有人知道 那个暗中的夹到的民众在 我说既然是夹到 怎么会是暗中 那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当年的六四天安门 在背后确实有部分的力量 提供这些民运人士 一些离开中国大陆的方式 所以是有被运作的 是的 因此你可以推断说 这次的香港 也有人在后面运作 像翻制一个 六四的一个翻版在香港 也就是说今天 习近平在中国大陆的地位 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毛泽东 邓小平跟习近平 我们都知道 他的历史地位已经定了 如果能够借由香港的问题 让他出手 而有流血 那他们就可以把这个帽子 戴在习近平身上了 而且可以戴很多年 这个就是欧美的国家 他们在舆论 他们的情报单位 他们的安全单位在做的工作 也就是说 想尽办法要把习近平的威望 习近平的力量 跟在于全世界影响力 让他产生挫伤 我觉得这个国际影谋太明显了 其实明眼人一看都知道 所以你会发现 北京就是 你看嘛 你能闹多久 所以北京现在是hold得住的 hold得住的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香港 我加一下 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介入 不可能那批人走得出来 嗯 这里面只不过我今天回过图 来看香港的时候 他的手法比以前进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刚刚北京是hold住了嘛 香港能不能够撑得住 我请教一下郭委员 18号李大基在那一天 大家看港股会怎么反应 嗯 港股没跌 开盘还涨一趴 你觉得投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不因为上礼拜港股跌了1300点 嗯 所以 就是这两 这礼拜有人就说要 要嘎死放空的人 嗯 那当然放空的人也 可能里面也包括资助 这个 这些学生或者勇武派的 这个资金当然也包括在内 因为他就抗坏香港嘛 抗坏中国嘛 所以我觉得是有点多空在角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港股在两天之内 他大概涨了 大概快要六七百点吧 就是大概涨回原来的一半这样 是 不过这个最后还是要看 因为香港这个情势不会很快好转 嗯 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经济指标 事实上 今天已经是进入 recession 已经是负成长了 那我也看到旅游业重创 失业率已经到达6% 所以 很多行业啦 都会陆续感受到 那你觉得今天美国参院通过的香港法 对于香港的金融 以后每一年省一次优惠待遇 对他的影响 你不用等到一年啦 我认为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大陆有七个单位出来抨击美国 这个从来没看过七个单位同时出手 表示他非常在意这个法案 那我的判断是川普不会签署 可是就让他自动生效 他不用急着表态反正法会生效 对对对 反正他会十天就生效 那生效之后我觉得中美贸易谈判 可能就很难谈下去了 香港也会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慢慢的 那个就是要看这个动乱的程度啦 那我觉得刚刚赖老师那个观点我是蛮同意的 就是中国也知道不能进入最坏的状况 那他也要保住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 所以这里面他力量还是会拿捏啦 比如说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解放军出来 可是是用这个 这个好像是在打扫环境的方式出来 那比如说飞服队也出动 那都是香港最精英的部队啦 就是他基本上还是先靠港警 然后比如说他换了警务处长 还是先靠香港本身的力量来挺住啦 那我觉得他们有在计算一个博弈的逻辑啦 就是说除非香港人是一面倒都支持勇武派 那才逼得局面失控北京必须出手 可是如果说是香港人开始有不同的舆论出现 那他就认为他大概稳住了啦 等一下我给你进一步救驾这部分 不过今天出炉的这个香港法 表面上保护香港的民主自由 但实质上一年省一次香港的金融地位优惠 其实是对于香港伤害大于 不就是把香港当作棋子了啦 事实上还是对抗中国啦 所以对于香港法是加分减分 大家必须心里要有个谱 我请教大家田螺哥 现在港警第一次用了声波炮 这东西在新闻当中大家也看到了 就在装甲车的顶端 发射之后呢 基本上它的音波可以达到150分倍 等于是七次机的客机就降落在你旁边一样 基本上对于听力会有永久性的伤害 据说在李大那时候呢 也使用了这个声波炮 那有人说港警基本上所有的武器能够用的 都已经派上用场了 接下来就看收网的时候 怎么样去把人给抓了 网络上也留了一些影片 包括了港警就直接到一些公寓大楼里面 看起来那些休息有对姐弟 他是完全没有戴口罩什么的就被带走 这是之前掌握的情资 然后进行收网吗 还是说现在逮人已经是一个警察说逮就逮 不是说逮就逮 而且他是确定的目标 那个比较重要的是 他换了一个这个警务处长 换了一个警务处长 而且更重要的是 习近平在金砖的时候讲的话 直暴直乱 四个字 解放军根据这四个字 做出所有的整备跟预备动作跟步骤 全部都出来 然后你刚进打前线 开始抓人 抓人不会是无缘无故抓的 你到了某一栋楼 有某一个人认哪两个 那他至少掌握了他一定的资讯 这个人是重要的 带走 抓人之前 最重要的清理战场 找出 他们这一次最困难的就是 学那个黄贝新全部网路上 结果他的网路没有办法空到那么紧 结果就找不到头 但是找到的头就带走 找到的头带走 这里面牵涉到这么长一段时间来 所有的现场拍摄的人物去比对 根据学生的资料 去比对找出来的一些头 所以香港的警方做法有没有效 看起来对于在之前说要 死守到最后一刻的很多 在礼大里面的人来讲 确实好像有一些威吓的作用 因为出现这样的画面 宁愿在突围的过程当中 很危险命悬一线 也要离开那个地方 也有礼大的学生呢 在网路上面给大家看这个报告 明明说好了 要一起来声援他们 遍地开花在香港 结果后来也没有遍地开花 有些在礼大里面的学生 他们心声是认为这三天三夜 他们的坚持感觉有点被出卖了 包括了校长一开始就要挺他们 后来变成是喊话 希望他们出来自首 出来自首也被警察就直接逮捕 那这是礼大学生经过三天之后 他们有些人做出了一些感想 我们等一下回来带你看 包括了解放军政府出来侵怒 到底偷鲁守方的一个讯息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香港高伦法院之前裁定 禁蒙面法是违法的 不过现在北京方面说 你香港高院做的裁定 不能算数 北京说了才算 这样一国两制还存在吗 我们回来聊